上升或者太陽獅子座的朋友 農曆六月的時薪整體運勢 首先提出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有和人合作做一些重要的事情 例如生意 或者任何和人合作的program 不論你們有沒有正式去簽一些partnership的合約 單凡有一些你指揮得很重要的夥伴 就算我當下屬也可以 就算我當有一個很得力的助手 你什麼都靠他 麻煩 要有個plan b 做事不要那麼大安止熱 因為有時這個世界 靠人靠人是靠不住的 靠自己才能靠得住 但其實不是 有時靠自己也靠不住 因為如果你的身體有什麼健康 冬瓜豆腐有什麼衣玉 原來有時自己的身體也靠不住 所以這就是佛家所說的無常 這個世界沒有常態 很多東西都在變 羅文都有唱 知否世事上變變 還原是永恆 所以很多東西是容易殺你一個措咒不及 來到農曆六月 尤其是一些你指揮得別人很厲害的東西 我當真是有一個很得力的助手 員工什麼都好 他可以無端端辭職 人家要移民你阻止他嗎 人家有更好的路數 令謀高就 你可以出到更加的工資挽留他嗎 或者他 我不是說烏鴉喉 但這個世界是很平常的 他甚至他一個什麼事 一個什麼大病 或者他無端端遇到車禍 他一個不小心拜拜了 或者他在街上被警察打 打到死的話 緬甸 我講的是緬甸 我講的是緬甸 不要欺負我 不要舉報我 我講的是緬甸 你知緬甸的軍警 很黑暗的 很兇的 隨時打死你都可以的 總之 可以有很多這些很無常的事情 那他一殺你 你是否會驚慌失措呢 還有當你什麼事都是靠人 的話 以前我當 假設一下 我現在想一個情況 你有間店 然後他就幫你管這個 那樣 你以為自己可以硬硬腳 什麼都不用管 鑰匙也給他管 閘子也給他管 密碼也給他知道 然後 全家公司的生命財產 那些數字全部他管 好 雖然他是一個很信得過你的人 你可能認識了他很多年 你覺得這個人真的是心腹 他不會吃碗面飯碗底 一輩子他都是幫你的 但是好 我就算他不是跳槽 他真的一個人有什麼事 冬瓜豆腐 到那時候 你就真的拿走不成勢 所以不要這麼大安置意 現在開始農曆 就是你 根本你聽完這個錄金之後 麻煩你很多事情 你要實行一個手上的方法 OK 如果不是 我告訴你 這個農曆六月 真是很容易拿到 到時候你真是追悔莫求 OK 這個是第一個 最重要給你的訊息 好了 現在去到第二個 至甚麽呢 嘩 你們桃花好到爆炸 無論你們是Single 或者是有盤的話 當然啦 如果是Single的話 那就恭喜恭喜 對不對 有機會會出盤 但是 正所謂 塞翁得馬燕之飛和 OK 你不要以為 哦 桃花好到爆 那就一定是開心 我最擔心就是 因為他真的太好 正所謂物極必犯 就是有時候 一堆狂風浪諜 湧過來 然後那些人 為了爭你而開拖 你又在那裡捲入很多 三角關係 四角N角關係 你有排飯 還有 你很容易是 捲入這些 這樣的鬥爭 甚至是會 捲入一些 很大型的糾紋 而這些是會令你 我當上報紙什麼都行 我當 哪個是酒吧 然後兩個女兒在欠一個兒子 可能有兩個女兒在欠你 然後他們兩個在互掛 大打出手 爆瓶 然後就上了蘋果 然後你就成為主角 所以 桃花你們是旺到一個這樣的點 旺到有少少危危符 所以 中國人說中庸之道 是一個很值得去留意的智慧 OK 但是同時 如果 你們已經有本 的話 或者 在座有沒有人 其實自己不是獅子 但是為你的獅子伴侶去聽 那麼今個六月 盯緊一點他們 他們有機會是 如果壞一點的話 他們自己主動出去搞搞神 但是就算不是的話 他們都是會很容易 他們是招惹了一些邪桃花 而和你這個正印 是起了一些比較嚴重的衝突 OK 那 which in a good way 我們可以說 其實這件事都應該會被你發現得到 就是 他的那些三角戀視 或者四角或者N角戀視 就不能夠隱瞞 因為我們根據星象 是看到 獅子 的一些邪桃花 是 會和正印 是直接 起到衝突 OK 那正印其實會知道這件事 他要怎樣瞞都瞞不住 OK 那這個是第二個訊息 OK 好 那跟著還有第三個訊息 第三個訊息 其實跟 第一個相似 因為我尤其是說 你做生意 那些事 不要這麼靠人 那 但是 我們去退一步了 就算不是做生意 不是自己的行業 但是你任何的工作 你的事業裏面 你的靠山 這次他不是你的partner 或者不是你的得力助手 但是 一向你的靠山 我當一個很看得重你的老闆 你都會容易失去這個靠山 OK 所以其實他跟第一個訊息 就是 是 是 很像的 只不過 現在你降了 然後 你那個所謂的partner 他升了 就是一些 你一向旨意的貴人 長輩 前輩 OK 那他們可能會 有一些離開你們的狀況 OK 或者 甚至如果是 甚至是慘一點的話 就是他一反常態 他今個農曆六月 有些事情會挑釋你 OK 或者有些事情 就是 你竟然無端端令到他不滿意 OK 那這些事情會令到你忽然之間 覺得好像少了一份幫助 是吧 以上是第三個訊息 然後還有最後第四個訊息 給你們 是什麼呢 記不記得我一開始 講第一個point的時候 我留了一條小尾巴 我說這個世界上 很多東西 最後都是靠自己才能夠 但是 可能有時候 原來靠自己都靠不住 因為 身體健康 不是必然的 OK 所以其實我們都要感恩 不要拒絕 OK 我不是說就你們 但是趨急鼻胸 是吧 星座運勢其實就是趨急鼻胸 你要去留意一些事情 那麻煩我請你們 去做body check OK 好大機會 會發現 有一些 比較嚴重的危陣 OK 不是就你們 OK 但是 真的想你們 病向淺中葉 那 真的是嚴重的危險 就是不是說 我現在已經不是說 我純粹做一個body check 去調理一下 OK 我 有空無事去針針去 去 執劑去 去調理身子 或者 定期那些 檢查一下有沒有頭疼 就是我不知道 唉 總之是比較嚴重的東西 OK 那這件事情 其實可以是 給你們一個 幾大的 的 幾大的shock OK 不過呢 我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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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算了 總之 病向淺中葉 麻煩 那 反而我想這樣安慰你們 如果是即早發現的話 那 都還搞得怎樣 我會說 其實是一個叫做 小病是福 它不是叫小病是福 但是它是一個初病是福 OK 因為當 你看到一些這麼嚴重的疾病 但是還是初步階段 OK 至少是初步階段 然後你才會發現到 原來我的身體健康 是不行的 我一直的這些 日常的生活作息 這些飲食習慣 是不行的 這樣才會給你們一個 醒來 才會給你們一個 致命警號 就是 響起嚴重警號 OK 所以我會覺得 其實 你用一個樂觀點的心態去想 其實是一個福氣來的 起碼它叫做 在未太嚴重的時候 被一個 重重的 提護灌頂 沒有古神中 去提醒你們 你們不可以再 這樣去 對待自己身體下去 OK 我希望你們可以去 樂觀地 面對這個 身體有機會 出現的狀況 真的去查一下 麻煩你 唉呀 最後講漏了 原來還有最後 第四 這個是第四 還是第五 忘記了 最最後一個訊息 你們 有什麼秘密 開始不要跟別人說 因為 接下來 你們很容易被人爆料 你們自己的東西 很容易被人洩漏了出去 OK 這個要小心 但是當然 不是當然 但是 同事 相反 另一個對面 就是說 原來你都可以很容易知道別人的秘密 OK 尤其是什麼人的秘密 尤其是 如果我當你做老闆 你的一些 手下的秘密 或者如果我當你家裡有請工人姐姐的話 你會知道她的一些秘密 是的 那 如果這些是對你有利的話 或者你一直很想八卦 很想探聽的話 趁今個農曆六月 你嘗試一下去旁孝側擊擊 或者我當真是一個 一個 一個很幸運 那上天真的給了一些機會 你去知道了 這些東西是可以 令 你們是可以 立為己用的 OK 啊 那不再說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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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如果你們有養寵物的話 都做一些身體檢查 幫他們 是的 但我 因為其實我 從來都沒有養過一些很 很正統的寵物 其實我這麼大 我只是養過 雀 雀 魚和龜 是的 這些通常都不是很需要看獸醫 是吧 還有他們那時候 他們都是一 拜拜就拜拜了 我這麼大 都沒有試過去看獸醫 我沒有試過帶動物去看獸醫 不是我自己看獸醫 OK 是的 我不知道獸醫 就是動物有沒有身體檢查 這回事 還是真的你有病才 先揹 OK 但是 或者這麼說 多點注意一下他們的身體健康 OK 祝你們接下來好運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Ig、Mimi、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聯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 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聲師 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雲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雲的影片之後 provided 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恒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回到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發掘